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 由我们为您转播的2006世界男类领标赛 中国队对波多利哥的比赛 下半场第三节已经开始了 中间在第二节打的是并不很理想 那么被波多利哥反超 同时在总比分上也是反超了一分 我们希望通过中场的休息和准备 中国男类有一个本质的改变 就把第一节的这种试剧打出来了 就再给他高位 北方现在呢 场上的阵容除了3A箭头之外 他们在内线上稍微有一点更换 两次外线的势头都没有投中 在正的进攻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希望 以内为主 先内后外 篮板球 机会 有失误 太着急了 后场球 对 咱们这次退防呢 由于他还没有参与到进攻当中来 所以还比较及时 对方这个有点蛮干 对 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让中队冷静一下 因为 球应该打进去 对 过多的外线的势头 其实并没有好处 是阳短必长了 你看K现在看出来 对方的防守有点像意大利那样 你姚明拿球 他就一个人防 其他人绝不回收 把外线控制住 现在努力的扩大防守 现在努力的扩大防守 姚明拿球 打到高位 1.0 1.0 运球有点多了 造成了阿波达卡又一次犯规 从这一点上 能够再次体现出波多利格的特点 就是他们防守的时候动作都比较大 给人的压力都比较大 是 他现在防得也很凶啊 对 防守的攻击性很强 再球撞人 这是圣地亚哥今天造成的姚明的一次犯规 姚明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他今天保证这个犯规数 就是保持非常好 这是一个沉坚的动作 这是犯规了 是 对方防守位置还是不错的 因为上第一节开始 我们明显看见 姚明都是内压后外转 向底线转 所以对方可能总结了这个经验 所以注意了底线的防守 这样的话呢对方 普多利格是攻一个阵地 我们看一看中队 阵地防守 能不能向上半场 第一节的时候 那样的步 摆脱之后又是阿玉索 给了他机会有点多了 对 其实呢我们说了 当他这个球呢 他其实可以非常简单 不用使那么大劲 我就站在上线 你底线走 我对面有人可以换 交换一下就很主动 表面给朱王宇做掩护 朱王宇往内线出 分到外线 三秒 不太清楚啊打的 至于打什么配合 打什么东西 现在 对我没有找人 对方推进太快了 中国队的退防在哪 还好这球呢阿卜达卡 没人防守的时候没有投中 他其实这一届试景赛手感也不好 一直没有打出来 你看呢我们队员其实都回去了 但是都在三秒区里面 都不去找人 等于退回去也没有找好人 中队现在进攻出了问题 在第二节结束之后呢 被对方最后关头反超 第三节一上来 他目前打了将近三分钟完没得分 对 而对方得了五分 对方的中锋圣地亚哥 15号13次犯规了 中国队这边换上王志志 换下了一键连 姚明取得了中国队第三节的第一分 是罚球 他今天到目前为止拿到16分 两发两个 在中队的落后4分 中锋开始换成131防守 表面站在中央我们来看 阿玉索 接球就是一个 非常果断 对 作为我们来讲 防守还没有准备他想干什么 他已经出手了 这是他的特点 对 这个 这时候要给传给他球的 给人一定的压力 这要乱 幸亏有姚明啊 幸亏他 身高是2米26啊 这个球传的都很悬啊 这是刘伟和姚明一个比较熟练的配合 走到哪儿不行了就往上面移 对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200到2001赛季 上海队的打法 突进去往上去 又是阿玉索这球偏了 风队要控制这样的机会 对 一定要追住他的右手 球再给姚明 手递手 这个球没有算犯规吗 我们这边都已经听到对方的手 打在王世宏头上的响声了 台湾还不吹犯规 不过换一句话说 只有我们的实力真正超出于对手了 可能我们才不会畏惧裁判这样的推法 对方打得很有耐心啊 对 从对方这样的庆祝 不能看出他们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造中国队内线的犯规 是 我们现在要稳住架子 不能自己乱 还是有机会的 你要是有机会的 然后说 就不可能 还要是我们能够 赶快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2005年世界男篮锦标赛 中国队对博多利哥队的比赛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目前是落后了5分 42队47 应该说第三节开局 中国队的状态没有调整过 不像第一节开始那么有士气 而现在呢必须换上一件连 因为王志志已经是四次犯规了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暂停啊 大家把心态调整好 拿出一些批命精神 对 哪怕打输了 精神头也不能丢的 对方的老中锋圣地亚哥是两罚两中 现在中国队落后7分 第一节我们曾经领先8分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输回去15分了 中锋队还是要注意在外线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要更清楚一些 王世宝 很可惜啊 这一次如果能够投进的话 有机会打4分 阿玉索呢 现在犯规数也开始增多了 对 我们说应该 坚决果断 阿玉索两次犯规 王世宝一发重 两发两中 现在看第三发 这样能够削减一下阿玉索刚才那个三分带来的打击 嗯嗯嗯嗯 在第一站表现不尽如人意之后 王世宝后面的比赛还都是比较坚决的 对 三发三中 王世宝这个队员是比较能拼的 嗯嗯 训练整个这次准备过程 对方中的训练还是非常能 而且看了世界级的这些运动员表现 他也是决心回去要好好的去练他的这个 嗯 一剑连在防对方的拉蒂莫尔 但是拉蒂莫尔这个转身 哦 他是从退防的一剑连和姚明的中间 中间穿过去的 嗯 中间还有一个 嗯 一个躲闪 躲闪的动作 对 这个难度比较大 继续传球 对方没有给球压力 分到边角 刘伟 好球 嗯 这一次还是抓住机会了 对 杨伟的分球也是比较及时 是 刘伟今天呢是属于战归 比较早 所以呢后面低 整个上半场上场时间都不是很多 看看下半场 他的体力是不是最有保证的一个 嗯 他应该还算 杨明扑出来了 在意见连先铺注意的情况下 杨明再铺 选球呢 因为对方的势已经起来了 对11号来讲的话 我宁可让你外边投 我不会让你突 对 对吧 而且他的技术特点太明显了 他就是逗你上来完了突破 没错 完了在空中做几个动作 对啊 对啊 像他这是内线出来 有本事你就投 这个时候呢对方换上了4号拉莫斯 很明显就是要再找姚明一次犯规 因为现在姚明已经三次了 关键如果他要是四大姚明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非常有力 对 实际上倒不是那么可怕的 对 拉蒂莫尔 第二阀没有中 中队要抓住每一个可能被抓住的机会 周旺宇到篮下 好球 对 很坚决这球打的 就是底线他有高度 对 有体重也有实力 对 刘伟闯阿罗约 阿卜达卡这边 不到 没有进 对 中队的机会 中队要是打一下 还是大前锋先上来接球 看中锋后上来接球 两边撤到高位 前锋摆脱 刘明的突破 造成了拉莫斯的犯规 拉莫斯似乎你看他表情特别困惑 怎么我就犯规了 其实是真犯规 他的困惑可能不在于说自己怎么犯规了 而是属于看着推人 对 可能在于说是我怎么就防不住他呢 怎么看这个推人太明显了 他明显是小臂加力 一罚中 中国队如果姚明两罚两中的话 能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分 姚明已经得到20分了 第三季还没慢 暂停以后攻击还是有所改进 是 对方的 好 这一次中国队也是 姚明没法中 现在差两分 对方现在换上14号 卡姆勒里 中方也需要注意对他的防守 对 这个队员呢 他在中队里 8号已经等于是两头不中了 对 还有一个 对方的一次失误 防得不错 对 姚明高扬起左拳 你又没有禁止这球 对 姚明要的很好的位置 没错 嗯 再给姚明 一个 内外之间的配合 易建连 其实扑的还是不错的 前叉的意识有 但是球没有打进去 这球应该摁住 刮摁的圈里头 以他的弹跳力是没有问题的 对方的拉蒂莫尔 这球他不是他的射程之内 对他已经投了三个一个都没进 没错 我们说的就是外线 我们要卡住了 内线你想出来投OK了 实际上就是应该让他们的外线多往里走 而让他的内线多往外走 对 肖明再次到内线 好球 打平 52平 对于霍多黎各的内线而言 姚明无所不能 是 看中国能不能再来一次成功的防守 很莫名其妙 对 嗯 一剑连这是个人领受第一次犯规 看场上要求换人 中国呢 要求换上杜峰 嗯 换下一剑连 嗯 嗯 那么这是一个把高度往下降了一降的阵容 对 那现在这个11号现在和杜峰比较 他又有点优势了 对 他身体强壮程度要是好一些 那么从中国队这次换人 我们看看托多黎各的换人是换上了出击手达尔默 阿罗约这球下的太深了 打了球 对方就地抢了温球的犯规 还没落理 两次罚球 嗯 又是这样 我记得在2004年雅典的时候 杜峰的罚球 稳健的罚球 当时保证了中国队最后的胜利 那么看看今天 虽然是第三节 但是实际上中国队现在太需要得分 太需要领先给队员来增添士气 嗯 嗯嗯 一发中 中国队终于是艰难的把比分又反超回来 这段时间应该说控制节奏还是不错 是 而且这一段呢从波多利克的角度来说 阿罗约过分的陷入于个人缠斗当中 他控球特别多 而且下的又比较深 对 知道机会几乎是没有可能了 因为刘伟的对他的防守 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对 就不让你往中间去哈 我内线有 姚明帮着保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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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约第一发中 这种机会给了阿罗约其实是为他涨分的 他现在也快到20分的标准了 中队在篮板球方面呢现在是31个 那么超出了对方8个 我们篮板球还没有把他变成 篮板球的优势没有把他变成一种反击和快攻的优势 对 篮板球实际上是进攻的基础是进攻的保证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转化过来 我们多那么多多了那么多次数 多了那么多机会 黄志鹏转身就投 刘伟拿住球 这个篮板球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再给姚明 内传外再回到内线 蓝莫斯 好球 太坚决了 对 姚明就这样一个球一个球的摧毁着 拉莫斯的自信 拉莫斯是85年出场的队员 他跟姚明在NBA对话的机会其实很少 因为没给他这个时间 姚明回来再挑一个篮板球 姚明已经很累了 是 现在的第三节还剩半分钟不到的时间 中文队要力球多打成功率 不用着急了 杜光宇摆脱之后 姚明高位跳投 球进了 漂亮 而且对方篮下还推人 中文队准备让易建连替下姚明 对应该是他很好的休息一下 非常好的机会 准备打第四节 对 看看姚明庆祝这种兴奋的表情 中文队有两发的机会 十三秒钟 十三秒钟 其实对方有一次打进攻的机会 而且是那种属于能落阵地的机会 那么看中文队的防守能不能奏效 中文队第一发中了 这时候真的要避免犯规出现 这等于是给对方掌分 中文队二伐 球进 表现中文队是60比54领先了6分 要注意对方几个突击手的突破速度 达尔莫果然提速了 对方险些失误 拉丁莫尔交叉步又是失误了 看朱芳瑜 很可惜啊 如果这个球真的投进的话 对中国队的士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不过没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稳住了阵脚 看看第四节能不能够把它保持下去 稍事休息 我们来看最关键的第四节 待会见 钱 真的 准备 再一个 这些集团 电话